今天在台北和澎湖分别有环保体验 虽然说是体验 但是大家做的并不马虎 我们先看画面上方 这是在台北的关渡园区 一群演艺人员戴起手套做回收 有人很好奇 有人则是经验很丰富了 相同是大家都说 环保的力量不可思议 围成一个圆圈戴起手套 拿着螺丝起字 近20位的演艺人员齐聚一堂 这不是拍戏的场景 而是真的发自内心付出的快乐志工 包括陈亭 尹昭德 张英英等人 都投入行列 资深艺人李璇还是第一次来到环保站 对宝特瓶能制成衣服 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我们竟然还把它做成衣服了 哇 真是科技 人的脑筋太厉害了 艺人谢力金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 与慈激志工结下好缘 做志工不是只有一天 明年他还发愿要加入慈激委员培训 也很想经过受证 然后去做一个慈激人 然后你可以就是很开心的去当志工 本来行浪的好天气突然下起大雨 可是这群艺人朋友们没有退缩 带着斗笠继续完成 艺人黄雅明的妈妈因为做环保 心也变得更年轻 我跟我女儿来看到大家都很爱心 在工作我心里就会动 做环保爱地球不只是口号 悄悄每位志工人人发心将环保理念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大爱新闻 陈山李建宽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适合